我跟你说啊 这个 咱家莉莉是一个也看不上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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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 你都离婚了 你跑着干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怎么不是这样 你怎么进来的 我什么都没做吗 我什么都没做呀 妈 你什么都没看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 妈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呢 莉莉 别解释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帮我干什么呀 你不是让我报警 我让你报警 真是的 你笑什么笑 你也笑得出来呀 你们俩都离婚了 还要搅和在一起 你要想丢人 你就自己丢人啊 别拉着你爸 我们俩跟你一起丢人 行不行 真是的 你干吗去 妈妈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事怎么样啊 没事 挺好的 你忙玩吧 来了 你找谁啊 你是谁啊 我 武功 武功 你给我出来 老刘 好些日子不见了 你们把武功藏哪儿了 给我救出来 武功 他回来了吗 你别给我装算啊 你儿子跑到我家耍流氓 你们可千万别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的 不要让你儿子 有事没事就往我家跑 破坏我女儿的名声 我女儿是要再嫁的 知道吗 阿姨 您说武功他 你是谁啊 阿姨 他也是我爸爸的女朋友 婷婷 婷婷 不许胡说 赶紧回我写罪业去 武功 你都有女朋友了 你还纠缠离离干什么呀 武功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您可能误会了 我跟你解释清楚 有什么事情 我们到外面说 这事的话我已经说完了 你都有女朋友了 以后就不要老往我们家跑了 行不行啊 自己的儿子自己管好 别放出来丢人 不是 你站住 你干什么呀 你既然来了 你就把话说进入再走 武功是男人 但他也要名声 他怎么纠缠相离了 你大大方方的说明白 他要做得不对 我们教育他 他要没做错 你也不能污蔑他 什么叫冤枉他 大白天跑的 我们叫耍流氓 你让我怎么说 才不冤枉他呀 他要耍流氓 也得有人配合不是 他怎么一个人能耍吗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老容 老容 你今天说这话就不对了 我忍了半天了 我都没说话 你左一个耍流氓 又一个耍流氓 怎么了 我们家儿子 我们自己了解 你要说他耍流氓 你得拿出证据吧 我跟你说啊 你儿子大白天 跑到我家衣冠不整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不是耍流氓 这是什么呀 你给我解释啊 好了别吵了 海俊 你还不想丢人哪 我告诉你 今天把话说就是在抖 你说不清楚 你就别想离开这儿 你简直狗眼看人家 谁狗眼 别再吵了 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忘记了 我和武功已经离婚了 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忘记了 我和武功已经离婚了 喂 蒋里 今天的事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怎么样 你妈没有为难你吧 武功 我希望以后 你们除了工作以外 不要再有任何的纠缠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对了 我看了那个葳葳的朋友圈 我觉得她很适合你 我也看得出来她很爱你 希望 你们以后给幸福 晚安 好 瑟雅 好 我办公室的那个打印计划了 帮我给萧公取个电话 她帮我修一下 萧公她回老家了 要周一才回来呢 要不你让武功去吧 她什么都会 那我去吧 不用了 等萧公回来吧 你今天和萧总家怎么回事了 没什么 那她干嘛不搭理你啊 之前都明明挺酷你的嘛 你要这么好奇的话 你直接问她去 请进 有事啊 修打印机 不用了 等萧公回来修就行 我说了不用你修 放心吧 我不会缠着你 除了工作以外 我不会跟你有任何的瓜葛 但我现在就是在工作 好吃吗 你怎么不吃啊 你怎么不吃啊 我胃不舒服 我想涂 怎么 胃不舒服 我都不舒服一整天了 怎么你很舒服吗 有 你扔下老人和小孩 去给你的前妻修水管 去给你的前妻修水管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你什么时候成她保姆了 修水管的事情也归你管啊 行啊 那以后他们家什么 水电煤气 是不是都包在你身上了 不为 你还骗我 我 你不是说你要回去工作吗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承认我骗你 是我不对 但是 你马上辞职 什么 你马上辞职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你快点回杂志社 做你的总编辑好不好 你听到了没啊 葳葳 我是个成年人 我有选择的自由 对不起 来 多吃点 喂 阿姨 赶紧吃 爸爸 刚才葳葳阿姨在和你吵架吗 没有啊 葳葳阿姨有事情先走了 不对 你们就在吵架 女人真麻烦呀 爸爸 葳葳阿姨会成为我的新妈妈吗 那江阿姨呢 我喜欢葳葳阿姨 我喜欢葳葳阿姨 我也喜欢江阿姨 可是我不知道 我得选谁当我的新妈妈 所以我觉得我好麻烦呀 他爱人的事你不懂啊 不许不说 走 很烦 中文字幕——YK